周凯是985院校的毕业生 如今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年薪三十多万 周凯从小生活在一个贫困县的山区农村 那里经济落后 大多数农民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 一个月能吃一顿肉饭都是一种奢侈 周凯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除了种了一点农田外 父亲养了十几只羊 这就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 他和弟弟相差两岁 因为贫困 两个孩子上学交学费都是个问题 周凯学习好 弟弟比较调皮贪玩 弟弟小学毕业后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他也自知不是上大学的料 自动退学回家 让父亲给他买了一头牛 成了一名放牛娃 他想为哥哥挣点学费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弟弟过早地成熟了 全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除了发愤读书 考上大学 才是删去孩子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 周凯明白 从他手上花掉的每一分钱 都是父母弟弟辛苦劳动的血汗钱 他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天资加勤奋 高中毕业后 他真的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一所985院校 弟弟在17岁那一年 跟着村里的几个同伴南下打工 他上大学的费用几乎都是弟弟给的 他自己也勤工俭学 还有学校里给的奖学金 使他完成了学业 上大学时 他认识了一个女孩名叫叶若兰 名字好听 人也长得漂亮 那时的周凯是一个穷大学生 每次去食堂吃饭 都是买最便宜的饭菜吃 独自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他很少和同学们聚在一起吃饭 穷并不能代表周凯一无所有 周凯外貌长相帅气 身材挺拔其长 又是学校的学生会担步 学霸 她是学校许多女生心中的梦中情人 若兰也是听同宿舍的女友 夸周凯的次数多了 才慢慢注意到周凯 周凯身上成熟忧郁的男性气质 英俊的外表 不亢不卑 温文儒雅的气质 让叶若兰着迷 这个从小生长在豪门家庭的富家女 见得男孩多是同为富门的 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那种男孩她不喜欢 像她这种多金又漂亮的富家女 追她的男孩可以排一个长队了 可在她的心中 没人可以超越周凯 她开始故意找理由接近周凯 而周凯看到她就远远地躲开了 周凯不是不想找女朋友 而是不想把时间和感情 浪费在不现实的交往上 叶若兰的家世她是了解的 也亲眼见到她的香奈儿包包都有几个 身上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大牌货 叶若兰经常请同学去泡巴 去大餐厅吃饭 那种豪派和一致千斤的风范 让她梦都不敢梦 俗话说越是得不到的东西 越想得到 叶若兰如痴如狂地爱上了周凯 为了周凯她不再逛街泡巴 整天黏在她身边 去食堂吃饭时 她总是打最好的菜 坐在她对面 把好菜推到周凯面前 殷勤地让着她吃 刚开始周凯不习惯 吃饭时勾着头不愿搭理若兰 若兰没泄气 不管如何 她决定不把周凯追到手 是不罢休 周凯也是一个正常男人 不是不明白若兰的心意 可她深知她和若兰之间 是没有希望的 中国几千年的门户观念 让她心生含义 若兰是天之娇女 她是农夫的儿子 两人根本就不相配 有几次 她想让若兰对她误解后 知难而退 故意对她乱发脾气 甩脸色 若兰被气得哭哭啼啼 却仍在坚持诉说着 对她是真心的爱 周凯被感动了 彻底底习谢投降 从此和若兰成了一对 难分难舍的小情侣 再也不提什么门户观念了 她决定走着说着 她清楚想要娶若兰为妻 就得提高自身的价值 努力工作 给自己创造生殖加薪的机会 让准岳母岳父不能小看自己 当叶若兰第一次带周凯回家时 岳父果然暴跳如雷 不仅指责自己的女儿 还骂周凯心怀不轨 穷小子追父家女是贪图她的家财 周凯一气之下狠狠对了准岳父几句 然后打算走人 叶若兰是独生女 他们俩是不会有结果的 岳父的门第观念很严重 根本不愿给她机会 若兰哭得肝肠寸断 说什么也不愿跟周凯分开 老爸老妈被她哭得心软了 其实这个未来女婿除了没有一个好家世外 其他条件都很优秀 也是一个上等的家序人选 岳父有一个心思 自己几千万家财 虽有女儿继承 但女儿将来生的孩子随了女婿性 这让她心有不甘 自己将来的遗产必须留给随自己性的外孙 她向周凯提出了一个条件 将来他们结婚后生的第一胎男孩必须随母性 他们才答应她和若兰的婚事 周凯的思想很开通 觉得只要夫妻之间真心相爱 孩子随谁的性都可以 况且自己还有个弟弟 他也可以延续家族的香火 至少她可以不背负不孝子孙的骂名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 岳父岳母大喜 立马给她和若兰操办婚事 周凯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手里没有攒下钱 家里也没有钱给她举办婚礼 她和若兰的一切结婚事项都是岳父做主 大操大办 婚后一年 小两口生了一个儿子 岳父乐不可知 周凯的大儿子随了岳父家的姓 大儿子从落地的那一刻起 就受到了外公外婆的特殊待遇 喝的是进口奶粉 衣服都是名牌 一件玩具上千元 一辆婴儿车大几千 又雇了一个保姆专门伺候外孙 大儿子嘴里含着金钥匙出声 被岳父岳母视若珍宝 大儿子两岁时 若兰又生了一个二胎宝宝 刚好又是一个男孩 因此二儿子随了周嘉幸 这个二儿子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 跟大儿子的吃穿用度简直天壤之别 岳父岳母根本不管小外孙 吃的喝的穿的都要周凯独自承担 小孩子又不懂什么 二儿子看到哥哥吃得比他好 穿得也比他好 想跟哥哥争玩具 却被外公外婆严厉呵斥责罚 那些玩具太贵了 周凯买不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 委屈的眼泪巴搭巴搭掉 周凯肚里窝火 无处发泄 到这时 他才真的很后悔当初的决定 让大儿子随了母性 才使两个海上的生活差别巨大 给小儿子的心灵造成了伤害 大儿子八岁时 岳父立下遗嘱 三套房子 五家商铺 二千万的存款全部送给大外孙 小外孙一分没有 周凯气坏了 将来小儿子成年了 他怎样面对小儿子 小儿子会怪他吗 会不会埋怨他让大哥随了母性 大哥一出生就成了富豪 而他却是穷光蛋一个 两个孩子为了财产 会不会反目成仇 周凯为小儿子感到不公 他和若兰去找岳父商议 想让岳父看在两个孩子 一母同胞的份上 给小儿子也留点资产 让两个孩子 共同享用外公的遗产 谁知岳父冷冷拒绝 大外孙随了母性 就是我叶家的亲孙子 他就应该名正言顺地 继承我叶家的资产 小外孙随你周家的姓 就是你周家的人 就该继承你周家的家产 与我叶家有什么关系 他凭什么得到我的家产 岳父这句无情的话 彻底地激起了周凯心中的怒火 他痛苦也对若兰说 我们不能在你家再生活下去了 岳父这样区别对待两个孩子 同在一个家庭中长大 两个孩子一个守着金山 一个一无所有 同是一母同胞 待遇差别巨大 这让小儿子长大了 如何接受 我想让大儿子改回复兴 咱没家产可以奋斗努力争取 至少咱两个孩子的待遇 都是同等的 心理上也是平衡的 若兰不同意离开她的爸妈 爸妈爱她如掌上明珠 她不能做出对不起父母的事情 她要永远守在她爸妈身边 她更不想让大儿子改回复兴 爸妈偌大的家业 总得有人继承 对妻子的话 周凯感到又伤心又难过 她想换换环境 带着小儿子走得远远的 把小儿子好好地培养成人 教育她人生路上 套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创造财富 从小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她真的怕小儿子 一辈子都活在嫉恨当中 毁了小儿子 那她就真的太对不起孩子了 她向若兰提出了离婚 若兰说什么 也不同意和她分手 她爱丈夫爱两个儿子 可是父母的决定 她又做不了主 周凯坚决要带小儿子离开 岳父放狠话 要想让两个孩子平分家产 除非小儿子也随母姓 周凯搬出了岳父的家 掏出多年积蓄 在外面买了一套房子 把老家的父母接过来 住在一起 孩子上学 由父母早送晚接 老父亲看着儿子俩口子 为了两个孩子的幸事 闹出这样的结局 周父感到很心痛 若兰是个好儿媳 这么多年 周凯一直在帮衬家里 给弟弟在他们县城买了房子 弟弟结婚的钱也是周凯出的 这些 儿媳从不说什么 他们家是一个多子家庭 周凯的弟弟也生了两个儿子 他们在老家生活得很好 老父亲苦尽甘来 如今听到大儿子 为了两个孩子的幸事问题 要闹离婚 他不淡定了 思前想后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告诉周凯 你岳父做得对 谁跟他幸 谁就可以得到家产 在我看来 其实幸事并不重要 两个孩子都是咱家的血脉 就算他们都随了你岳父的幸 他们还是我的亲孙子 事实谁也改变不了 这是硬道理 现在孩子还小 你岳父的做法 必定会给小孙子的心理上 带来一定的伤害 现在只有等孩子们将来长大了 愿意随母性就随母性 愿意随父性就随父性 他们有选择的权利 为了两个孩子的幸事问题 你和若兰走到离婚的地步不值得 你就把小儿子的性改随母性 让你岳父岳母 对两个孩子同等对待 只有这样 两个孩子才能在同样的家庭中 不受伤害的健康成长 你们做父母的 好好培养两个孩子 不要让两个孩子之间 产生隔阂和矛盾 将来成年后 两兄弟互相帮扶 永结同心 你们一家人 过得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眼看着妻子为了家事 一天一天地憔悴下去 他彷徨无助地问周凯 难道你真的要为两个孩子的 性事问题跟我离婚吗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舍得抛弃 你让我离开你 离开小儿子 让我怎么活 若兰哭得肝肠寸断 周凯心软了 他爱若兰 他是一个好妻子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扶持弟弟一家 报答弟弟当年对他的恩情 若兰从没有阻止过 反而很支持 如果真的要和他离婚 他也是万般不舍 老父亲的劝告 让他毛色顿开 两个孩子就算都随了岳父姓 不还是他周家的子孙吗 两个孩子仍然是他和若兰 共同的孩子 岳父把家产平分给两个外孙 对两个孩子公平对待 在两个儿子成年后 也不会做出兄弟之间反目成仇的事 让他和若兰作难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把小儿子的姓氏也改随了母姓 两个孩子都随了母姓后 岳父又改了遗嘱 百年之后 两个外孙平分家产 他和若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陪伴着两个孩子健康成长 他把买的那套房子留给爸妈住 他和若兰经常带孩子们去看望爷爷奶奶 每次看到两个又乖又可爱的孙子时 爸妈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 他更觉得他的决定是对的 他和若兰和孩子们每天都过得开心快乐 不是人间最难得的爱吗 他和若兰之后